华为Mate 10 Pro渲染通曝光高屏占比后置第三代来卡双射 今年被冲为全面屏之年 不发布全面屏手机似乎意味着已经脱节了 此前小米三星苹果以及金利等部队相继发布了旗下的全面屏产品 而在10月16日华为也将发布旗下首款全面屏产品Mate 10 随着发布会的引进Mate 10的曝光消息也是越来越多 日前爆料大神曝光了华为Mate 10 Pro的超高清真机渲染图 并且直接宣布这就是华为Mate 10 Pro的最终样貌了 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了 从曝光的图片来看 华为Mate 10 Pro正面是一块超窄边框的全面屏 边框窄到没有 上下额头和下巴又都是非常非常窄小 整个正面几乎被屏幕给占领了 视觉冲击力超强 不过考虑到这是渲染图 因此在处理上会有些偏向于审美 至于真机如何还要等到发布之时才会知道 手机上方依旧预留了听筒和转眼器的位置 手机下方则设计有华为Logo 这注意的是由于采用的是全面屏 加上屏下指纹技术还不是很成熟 因此这一次华为Mate 10 Pro的 依旧是后知识指纹指面 手机背面书牌设计的是第三代莱卡双摄 摄像头旁边有青丝的莱卡标志 摄像头的左边以及右边是国能 以及激光对焦传感器 摄像头上的设计是拼色样式 下方则是华为Logo